依恋理论认为,在婴幼儿时期与主要照顾者之间所建立的强烈情感和身体纽带,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如果这种关系稳固,让我们感觉有所依恋,我们就能心无畏惧地探索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安全的港湾一直都在,可以随时回来,但如果这种关系不牢靠,我们就会感到不安,害怕走出去,害怕探索外面的世界,因为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恐怖,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还能回来。 据说,有所依恋的人更愿意相信别人,更乐意与人交往,因此,他们更容易取得成功,而那些缺乏安全依恋的人往往不信任别人,缺乏社交技巧,人际关系的处理也存在问题。 安全依恋只有一种,而不安全依恋则分为三种,焦虑、矛盾型、焦虑、回避型和焦虑、紊乱型。 在对痛苦的反应中,前三种有规律可依,而最后一种的行为却是无迹可循。 我们以Smith夫妇为例进行说明,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理论。 Smith夫妇俩有四个孩子,Luca、Ann、Joe和Amy。 Smith夫妇关系和睦,彼此恩爱,他们相亲相拥,含情默默,宽宇温言,并总是陪伴在孩子的左右。 但是有一天,Smith先生病重过世,对Smith太太而言,生活开始变得非常艰难。 一整天下来,他不仅得工作,还得照顾孩子,同时应付很多棘手的事情。 Luca六岁,他的大脑大部分已经发育成熟,性格坚韧,有了成型的世界观。 新状况对她来说影响甚微,她知道妈妈永远是她的避风港,她属于安全依恋。 后来她长大了,自信乐观,朝气蓬勃,她的自我形象是积极的。 Ann,三岁。 对于这种新状况,她无法应对,无所适从。 Ann觉得妈妈现在的行为很难捉摸,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焦虑,于是变得粘人。 为了引起妈妈的注意,她只好发脾气,大喊大叫。 有时候,她妈妈的行为又十分令她熟悉,于是Ann陷入矛盾中,不再表达真实的感受。 后来,别人觉得Ann行为混乱,喜怒无常,她的自我形象不那么积极,她的依恋类型属于焦虑矛盾型。 Joe,两岁,她天天和叔叔泡在一起,她的叔叔很爱她,但是认为欲不拙,不成器,教育就必须严格。 如果小Joe特别调皮或大声喊叫,她的叔叔就会生气,有时候还会惩罚她。 这让Joe感到害怕,他知道想避免这样,就得时刻隐藏自己的感受。 长大后,Joe继续这样做,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存在一些问题。 她的自我形象很消极,属于焦虑回避型人格。 A美刚满一岁,被送到托儿所,那里的员工缺乏培训,工作强度大,压力也很大,有时候会虐待儿童。 因此,这些本应该给A美带来安全感的人,却让A美变得十分焦虑,与理想情况背倒而驰的现实,彻底击碎了她对于爱与安全的认知。 当她感到恐惧而无力应对时,她就努力回避所有社交。 成年后,她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她的自我形象很消极,属于焦虑紊乱性依恋。 依恋是在幼儿时期形成的,那时我们还太小,无法表达焦虑的情绪,因此可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我们位于肾脏上方的肾上线所产生的应激激素、肾上线素和皮质醇,使得心率增加、血压升高,让我们变得警觉。 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则被称为毒性压力,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会影响儿童大脑发育并削弱其免疫系统。 在胚胎或幼儿时期,毒性压力甚至可以改变基因表达,以至于在数十年后影响我们的健康。 通过模拟陌生情境法,我们可以在儿童一岁时评估依恋类型。 我们让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在一个房间里玩耍几分钟,然后把孩子单独留在那里。 要特别注意孩子妈妈回来后孩子的反应。 通常,安全依恋的孩子会先拥抱妈妈,然后才能冷静下来,最终回到游戏中去。 不安全依恋的孩子可能会闹别扭,出现回避行为。 有些孩子甚至会一直不停地哭或不再玩游戏。 结果表明,婴幼儿时期的依恋会长期影响我们的成长。 根据这一理论,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能够在孩子三岁时就预测出他是否会在高中辍学, 其准确率为77%,另一项研究要求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评估他们与父母的亲密程度, 并在35年后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 其中,在表示与父母关系很糟糕的学生中, 有91%被诊断出存在健康问题,包括冠状动脉疾病、高血压和酗酒。 而那些与母亲关系很好的人,存在健康问题的比例仅为45%。 并且,还有另一个原因说明婴幼儿时期的经历尤其值得关注。 婴幼儿时期的经历是后续行为的衣食。 一个在两岁时就有安全依恋的孩子,可以在幼儿园交到朋友。 他们的世界观在每次互动中都得以巩固,使他们变得乐观开朗。 因此,他们在学校、职场以及后来的工作中都会建立良好的关系。 而高度缺乏安全依恋的孩子则可能会错过这一机会。 心理学家John Bobby首次提出了依恋理论。 他曾说,无法与母亲沟通的人也无法与自己和解。 换句话说,那些不安全依恋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自己。 为了了解他们自己是谁,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也许他们得追溯到很久以前。 Sprout的视频是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的。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编辑和播放我们的视频,但仅限个人用途。 公立学校、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也可将我们的视频用于培训、在线教学或设计新课程。 为了帮助我们确保独立性并支持我们开展工作,您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者并进行捐助。 有关详情请访问patreon.com.supports 即使是一美元,也能物有所值。